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十一届陆中全会里面说得很清楚 关于建国以来党若干历史问题的重大决定的时候 他对很多评价是打了交叉 直接是错误的 那些错的东西你当时都举手赞成 是不是叫做爱国呢? 在内地提升干部 都会存在一种 生自苏尼闪不闪也闪 生自苏尼不闪闪也不闪 是有这样扭曲 当初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说他行 然后才提升他做政治局委员 但结果一揭露出来 就不是那回事 如果我们放长眼光看问题 1959年的牢山会议 彭德怀对大悦进的错误里面提出了批评 结果被打成是反党的野心家、阴谋家 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 这样的一个帽子 到头来来说 错误的是毛泽东 正确的是彭德怀 彭德怀名声与山河同在 与日月同江 我觉得如果从长远一些历史来看问题的话 我相信群众眼光是雪亮的 公道自在人生